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粉F週最近開始了全新的龍糧活動 108年的萬聖節啟 小龍糧水壺演藝 聽起來怪怪的 又是龍糧又是縮轉又是風神演藝 感覺就是個搞速度極高 非常符合龍糧風格的萬聖節活動 而活動直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 不知道大家的活動進度已經到哪裡了 有沒有湊齊所有的梁山伯好兄弟呢? 而雷槍也發現這次活動好像還有 一位大英雄沒被介紹 沒錯,就在風神演藝當中 秉鼎大名的五城王 而這部影片正式跟大家介紹 這個五城王就是黃飛虎的性能與用途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影片的贊助上班 有時候我們在玩一些非本地區的手機遊戲 或者看動漫興奮的時候 啊,我們這時候就真的需要一個優秀的VPN 沒錯,Shift Shot VPN將會是我們最佳的選擇 除了有30天保證退廢機制 讓我們能夠一鍵跨區輕鬆看翻 和玩一些所需的色色遊戲以外 也能幫我們在聯繫的過程中 阻擋一些追蹤器和惡意軟體 保護個人隱私 而且只要在這一刻開始 透過影片下方連結 輸入TH Lancer專屬優惠代碼 購買Shift Shot VPN的話 除了能夠以原本17折購買之外 還能讓我們在上網跨區連線的同時 更為安全 而雷槍在接這部工商之前 其實就已經在用Shift Shot VPN了 所以趕緊的 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在折扣碼上打TH Lancer 享受額外的優惠吧 那麼介紹完酷烏的Shift Shot VPN咒 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自新來打黃飛虎 建議提升五方全體紅藍 雙射除放28三回合 以及把自身的狀態 從混沌切換成秩序狀態 -2 賦予自身NP每回合 回充20%三回合 更新一次三回合 並且在秩序特性時 提升暴威50% 或者在混沌特性時 提升NP獲得量50% 持續三回合 -3 自身攻擊力提升30% 暴擊威力提升30% 以及每回合 星星獲得10顆 持續三回合 由於G3影響整體輸出與爆傷 繼而影響NP回充量 和高額爆傷 屬於個人建議 優先疊滿G2G3 再點G1 寶具則是紅卡單體寶具 在打傷害前 會先提升自身的三射除放 各10%持續三回合 再對敵單體 造成紅卡600%的超強力攻擊 簡單來說 黃飛虎的技能組效果 基本上就說明了 他就是一個專門打 紅卡暴擊傷害的死刑來打 G1提升紅藍雙色除放 G2在自身特性時 提升爆傷50%三回合 再加上G3 再提升自身爆擊威力30%三回合 寶具還有額外的三射除放三回合 基本上就是一個在三回合內爆發力滿滿的強力打手 雖然說G2在他不開G1的時候 也就是依然是混沌特性時 會提升NP回充量50% 感覺也是滿有用的 但不開G1就是白白浪費了雙色除放 而且黃飛虎基本上也不怎麼依賴寶具去打傷害 雖然他有回合自衝和回合產星效果 但變相就代表他缺乏登場時的產星 以及極星度 所以在輔助選擇方面 他的選擇除了泛佑的紅拐沙狐和梅林以外 更需要一些提升他極星 甚至是進一步提升爆擊威力的角色 例如說擁裝弟弟或者被迷糊 而賀爾小姐這種專門提升從者極星度和暴擊威力的輔助 也是不錯的選擇 李鑽的話雖然他並不是打寶具傷害 但考慮到輔助和自身已經提升滿多的暴擊傷害增益效果了 所以我個人還是會選擇 長輩吧 總而言之 黃飛虎就是一個有去同時又有傷害的四星來打 以四星來說他的傷害是真的滿飽滿的 而且並不依賴寶具傷害 唯一缺點他雖然打紅卡、爆傷 但卻只有兩張紅卡 所以真的要打一波大傷害的 可能還是需要寶具三合的標準配合 而他的技能和爆發效果基本上都是三合比較優秀 甚至連寶具的3色儲放也是持續3分合 雖然加的不多 而且除此以外也沒有其他爭議能力 但整體來說真的已經算是一個傷害優秀 技能設計也蠻有趣的 而且加上五星的忽顏卓 這次的活動卡池 也算是少數幾乎沒有雷點的十抽卡池了 那個可愛的忽顏卓 那些香香禮裝 一想到學姐的屁屁 我就真的 啊 好了 好了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也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能夠在這次的 喉嚨娘活動卡池當中 抽到自己喜歡的從者花 如果與其他關於從者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 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關注一下我的Twitch直播間 加入雷槍的DC群組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那麼 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吧